大家好,我是表妹,武侠小说《一天屠龙记》中,音速速临死前告诫张无忌,要提防女人,越是好看的女人,越会骗人。 今天的故事也是从万古不变的《美人记》发酵。 宽厚中贞,财力雄厚的雷是本世鼎鼎有名的成功男士,一开始他和妻子十分恩爱,可随着时间的推移,两人之间不复从前,最后因为妻子出轨,忍无可忍的雷决定离婚。 可雷又念在两人过去的情分,便分了一半财产给妻子,以做赔偿。 离婚后的雷又回到了单身的日子,好友诺曼为了劝说雷出钱投资新项目,热心的邀请整日郁郁寡欢的雷一同出席画展,并且答应帮雷介绍美女认识。 热情难却,即使有千百万个不同意,无奈的雷也只好答应。 聚会中,各种艳环肥瘦的美女都引不起雷的注意,她一度想要逃离这个令她无比尴尬的地方。 与诺曼介绍的美女争执几句后,就准备离开。 在转身时,雷不小心撞到一个女人,红色脸衣裙将女人娇好的身材完全勾勒出来,红裙撩人看着痴迷。 一不注意,酒杯中的酒就洒到女人身上,雷窘迫不已连连道歉。 不明所以的女人,以为雷和女友吵架,一顿臭骂后便匆匆离开。 雷看着眼前离去的红衣女子,像是丢了魂一般,六神无主,直到画展结束。 之后,雷去附近超市买东西,置物架上琳琅满目的商品让雷挑花了眼。 这时,一旁的女人引起了雷的注意,这个女人不就是宴会上的红衣女人吗? 若说身穿红裙的她是明艳动人,像是带刺的玫瑰,生人物尽,那么此刻的她清新脱俗,犹如池塘里的一朵莲花,不可方物。 小路乱账的雷上前搭讪,为之前在宴会上的鲁莽再次道歉。 女人表示自己并不在意,接着两人简单地闲聊几句,发现汤姆竟然如此地合拍,于是相约去寿司店一同用餐聊天。 交谈中,雷得知对方叫丽娜,或许是因为一见如故的关系。 两人谈天说地,越聊越投机,当他们聊到丽娜为何来这里时,开朗的丽娜脸色突然暗沉下来。 这个话题似乎是丽娜不愿提及的记忆,雷不想让场面尴尬,便不再提起,倒是丽娜侃侃而谈起来。 她说她名牌大学出身,却被上司骚扰,迫于压力才选择来这里。 之后的几天,丽娜的身影总会出现在雷的梦里,心仰难耐的雷决定主动出击,率先将丽娜俘获。 雷不知道应该如何解释自己会出现在丽娜家门口,这是她内心深处的指引。 对于雷的不请而来,丽娜并不排斥,于是两人在这空荡的房间翻云覆雨,死尽必出。 激情过后,丽娜再次讲述了自己凄凉的童年,从小被父母虐待,长大后便和他们断绝了关系。 丽娜悲惨的经历激发出雷强烈的同情心,她心疼眼前这个风情万种的女人,将自己不愿揭开的伤疤,轻描淡写地说出来。 陶醉的雷将坚强、乐观、独立、自爱等标签,不由地夹在了丽娜身上,对方越是不在乎,她越是在乎。 雷再次坠入爱河,此时的她眼里只有丽娜一个人,渴望家庭的她想与丽娜共度余生,全心全意奋不顾身。 在雷的眼中,丽娜就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女人,两人迅速结婚,很快就有了属于他们的孩子。 俊男靓女,还有一个可爱的孩子,不知献煞了多少单身狗。 一次外出用餐,有个服务员把丽娜叫同乡的兮兮,雷感到疑惑,丽娜有一秒钟的惊慌。 随即否认到,她不叫兮兮,也不认识叫兮兮的。 是服务员认错了人,这个小插曲引起了雷的注意。 这次外出用餐就是为了培养两人之间的感觉,因为雷发现,最近的丽娜越来越不愿意和她驰骋快乐。 随后,雷偶遇了丽娜同校的校友,可同校的校友却从没有听过丽娜的名字。 这件事情再次引起雷的怀疑。 回家后,雷还从丽娜的包中翻出一盒酒店里的牙签。 丽娜的行为越来越奇怪,怀疑丽娜出轨的雷向好友拉里倾诉一律。 耿直的拉里认为,既然丽娜的身份和背景有些可疑,为何不借此机会查清楚呢? 于是雷来到上司服务员提到的小镇四处打听,最终从一个长发男人口中得知,丽娜就是西西。 还顺便告诉了雷,丽娜父母的住址。 雷根据地址找到了丽娜的父母,可他发现,丽娜的父母并不是丽娜口中充满暴力的人,而是为人亲和善良。 雷擅作主张地将丽娜父母接回家中做客,顺便拆穿了丽娜的谎言。 丽娜见谎言被拆穿,只好承认她没有被家暴,没有被骚扰,没有考进名牌大学。 她说这么多谎言,只是为了能够接近雷。 因为那次聚会,丽娜对雷一见钟情,但是她不知道如何引起雷的注意,只好编造谎言。 丽娜的解释总结一个字,就是她爱雷。 雷听到丽娜对自己的爱,她选择原谅丽娜,并打消了丽娜出轨的想法。 时间又过去了几年,两人有了第二个孩子,可朋友们都说这个孩子长得不像雷,这话一出再次引起雷的怀疑。 丽娜最近的种种奇怪迹象又一次引起雷的怀疑。 雷翻看了丽娜的消费记录,发现丽娜每周三都会去酒店消费。 丽娜的行为终于激怒了雷,她直接找到丽娜对质,质问她是否出轨。 丽娜的回答始料未及,她居然主动承认了出轨一事, 还说出轨对象还是雷的好友。 更令雷愤怒的是,丽娜说孩子也不一定是雷亲生的。 丽娜的坦然令雷暴躁,她打了丽娜一耳光便匆匆离家。 她回忆起丽娜的第一次见面是在诺曼的画展上,难道连那次偶遇也是精心安排的吗? 那最有可能安排这事的人就是画展的负责人诺曼, 而且诺曼每周三都会去打高尔夫球,这一切都是巧合吗? 雷又找到拉里倾诉,而拉里却劝说雷, 应该回家问个清楚,可当她回家后却发现家里来了几个陌生人, 而丽娜的脸上身上不知何时多了几处瘀青和伤痕, 那几个陌生人是警察和心理医生, 原来丽娜报警,称雷有精神疾病,还经常家暴她。 看着丽娜的倒打一耙,雷不断辩解, 可没人会相信她说的话,而且丽娜脸上的伤就是铁证。 此刻的雷无话可说,更可惜的是,丽娜还找了个托提供假的口供, 说雷经常家暴丽娜。 诺曼也出面说,她曾在两人的婚礼上看到丽娜身上的瘀痕。 面对强有力的证词,雷想要辩解,说丽娜出轨诺曼, 却被医生判定为患有妄想症,这下雷更是有口难辨。 专潢的雷被精神科医生带走,进行长期治疗。 冷静后的雷也终于明白,自己中了丽娜精心布置的阴谋。 丽娜真正出轨的人是拉里,精神病院里,雷想尽办法找到拉里的妻子, 并将丽娜和拉里勾结仪式,告诉了拉里妻子, 并且希望拉里的妻子可以帮她把丽娜约出来。 拉里的妻子给丽娜打电话,说丽娜的计划看似天衣无缝, 但是漏了最关键的一个问题。 谨慎的丽娜带着困惑还是选择与雷见面。 两人一见面就开门见山。 丽娜坦白,雷与前妻离婚都是她一手操作的。 诺曼在婚礼上看到瘀痕也是她故意为之, 精心布局这么些年就是为了抢走雷的所有财产。 如今终于要得手了, 丽娜得意地向雷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。 她以为她即将大获全胜之际,雷却开始绝地反击。 她邪媚一笑,轻声告诉丽娜她算漏了一个地方, 那就是精神病患者杀人不犯法, 而且等她治疗满一年便可出院。 说完,雷伸出双手掐住丽娜的脖子, 那个曾是她最留恋却最想逃离她的人, 如今终于安静地躺在她怀中。 故事结束, 女主这样的蛇仙美人真是诱人的英素花, 男主真是盛世美颜, 两人相貌气质旗鼓相当,十分养眼。 可惜剧情硬伤太多, 整个阴谋经不起仔细推敲。 同时结尾处理略嫌草率导致后劲不足, 虽然男主将计就计, 以恶之恶促使大仇得报出了一口气, 女主这样的蛇仙美人真是诱人的英素花。 有一说一, 其实丽娜不出轨或者不被发现, 也拥有很多钱, 特别是雷还那么爱她, 以她的手段, 完全可以做到让雷对她死心塌地, 言听计从, 但她搞这么一出又是何必? 果然, 爱情的事情不是我能理解的, 我还是做一个快乐的单身狗吧。 好了,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, 小伙伴们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, 我是表达小伙伴们,